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元姐姐 小元姐姐 乌瓜 你这么大声 我的耳朵都快冷了呢 我刚刚叫你 你都不理我啊 所以我就更大声的叫你啊 你在这里看什么啊 嗯 没啦 我在想事情嘛 小元姐姐 是不是在想男朋友啊 嘿嘿嘿嘿嘿 欸 才不是呢 五光别乱说 小元姐姐 小小脸 谈恋爱 女生爱男生 嗅嗅嗅嗅嗅嗅 刮拿掐喝流 嗅嗅嗅嗅嗅嗅 刮拿掐喝流 五光不要乱说啦 你这样很想广播电台耶 我才不是什么广播电台 我是聪明 活泼 又可爱的 五光小三明啊 嘿嘿 真相做一个 就是小脸姐姐生气 吾光 我没有生气啦 我是彻底的被你打败了 你没有生气 那要请我去糖果 痛痛呢 干嘛打我的手啊 你说我是哪弄传笑 真是的你 我看你啊是皮在痒 逃打 还有是恼羞成怒啦 哼 你就是女生爱男生呢 你给我糖果 我就不跟大家说 哼 我才不要给你糖果呢 而且 什么女生爱男生 悟光 你的嘴巴 要拿针线缝起来 才不会乱说话啦 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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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小脸姐姐 这话是新人啊 你跟白雪公主 那个坏坏号一样 你坏坏 人家说 饭可以乱吃 话不可以乱说 谁叫你啊 爱乱讲话 我把你的嘴巴缝起来 这样啊 你就不能到处乱说话了 我去跟师父说 小脸姐姐爱男生啊 哎呀 你们两个在吵什么呀 发生什么事了 师父 师父 我跟你说 小脸姐姐太男生了 然后又说要缝我的嘴巴 你慢一点 慢一点 什么小脸爱男生 什么缝你的嘴巴 师父 您不要听乌光乱说话啦 因为他 说几个硬 生几个狗 我只是站在那边 想事情啦 师父 小脸姐姐还在那边 哎 哎 了 师父 事情才不是乌光说的那样啦 我是在想 这次班上的学艺竞赛的事情 才不是乌光说的什么谈恋爱 爱男生的 明明就是乌光自己胡乱猜测的 因为乌光乱说话啊 所以我才要吓唬他说 要把他的嘴巴缝起来 乌光 你哟 话也说出来 就像覆水难收一般 尤其是恶言恶语 更会造成对方永远的伤痛 一句粗暴的话语 可以让一颗良知尚存的心灵 彻底毁灭 而一句充满信赖的话语 又使一个正在沉沦的灵魂得到拯救 所造成的影响深远 绝对不可以置之不理 说话之前呢 要先考虑清楚 太直接的话不要说 不该说的也不要说 对嘛对嘛 老天爷之所以给我们两只耳朵 一张嘴 就是要让人多听少说 好嘛好嘛 我不是故意的 说话呀 是一门非常深奥的学问 每个蚊子在不同的排列组合之下 都有它各自的意境 人们常说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其实啊 嘴巴也有很重大的功能 嘴巴是心灵的出口 以前在一个偏远的山区里 住着一位受人尊敬的老禅师 每天都有很多人 从四面八方来到他的禅寺 聆听教诲 而在山脚下的一条街上 住着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学者 他是方圆百里内 最有学问 学历最高的人 但却很少有人到他家里拜访 那个老学者 是不是不喜欢别人去他们家 那个老学者 看见禅师 把人们都拉拢到山上去了 觉得很不服气 却不知道如何跟禅师抢信徒 于是就在背地里散布了许多流言 用尽各种手段污蔑禅师的人格 坏学者 坏学者 乱说话 我要叫菩萨去打他的屁股呀 那我是不是也要叫菩萨打你的屁股啊 最后啊 流言很快就传到了禅师那里 信众都十分生气 决心要把放话的人找出来 禅师只是唯唯一笑地说 不要去管他 过了很久 学者发现禅师的信徒 不但没有变少 反而越来越多 更让他忐忑不安的是 有人指出了散布谣言的人就是他 但禅师和他的信徒 都没有来找他兴师问罪 反而还对外澄清说 散布谣言的人绝对不会是老学者 哎呀 干嘛对那个学者这么好啊 他乱说话呢 这时 学者才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很卑劣 并且觉得非常内疚 有一天 学者一大早就跑到禅师的禅寺去请罪 表示会尽力常清谎言 还禅师一个清白 禅师听后 拿出一个鹅毛枕头 嗯 禅师拿枕头 是不是要睡觉啊 不是要睡觉 而是禅师 唰的一声 把枕头撕开 里头的鹅毛 全部都飘散开来 并且说 其他的你都不用做了 请将这枕头 在大街上打开 让里面的鹅毛 随风飘散 然后将鹅毛 一根不少的帮我捡回来吧 哦 有风呢 要怎么捡 是啊 大街上有风 要一根不少的捡回来 真的太为难学者了啦 是啊 学者的反应跟你们相同 他面露难色地说 这我可做不到 因为鹅毛那么轻 一阵风来 就不知飘到哪里去了 禅师 禅师微笑说 你说得很对 其实 流言 就如同这鹅毛 一旦四处飘散 又怎能收得回来呢 不如我们 今后尽量抓紧枕头 千万别轻易打开它吧 从那以后 学者也成了禅师的忠实信徒 嗯 所以呢 不能贪口舌之快 去重伤别人 要谨言顺语 保持客观 做一个真诚善良的人 是啊 有句俗话说 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 应该要多说良言 杜绝鳄语 因为有时候 一句话会影响 一个人的一生啊 嗯 小林姐姐 你不要生我的气气哦 我把大师兄 给我的馒头 分一半给你吃 小林姐姐 不是这样玩的呀 你都乱弄呀 这样玩不起来呀 不是就这样玩吗 都有按照游戏规则来呀 不是这样啊 哦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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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手都走开呀 不要碰呀 你都不会玩 笨笨呢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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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光 你怎么了 发这么大的火 哦 诶 师父 都是小林姐姐呀 我刚刚已经教过 她要怎么玩了 她都不会呀 诶 诶 乌光 你也才刚刚教我怎么玩哎 而且 你也说得太快了 只要让我有一段时间适应吧 哪有人像你就这样 突然发火生气 以后啊 谁还敢跟你玩游戏呀 谁教你这么笨笨呀 我教王大名和林阿虎一次 他们就会玩呀 这又没有很难 明明都是你不会玩 哼 干脆不要玩好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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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怎样 来,收起来 既然玩得不愉快 统统不要玩 收起来 来,你的包包在哪 在这里 这是你的包包 来,现在我要你 用力地在里面吐三口气 好,赶快把它封起来 背着,给我好好地背着 今天呢,你不管打扫 诵经,写作业 你都要好好背着它 师父,为什么 这很重呢 可不可以不要背着打扫啊 我的肩膀好痛痛啊 很重 闲重是不是 你知道为什么很重吗 因为这是你的生气包 刚刚这里面都装满了你的怒气 小莲,你提提看 哦,生气包哦 哦,乌光 你的包包真的很重哎 哦,师父 真的要让乌光这样打扫 送经,写作业哦 嗯,乌光啊 你知道吗 生气这件事 但是,虽然看不到 怒气出去了 也看不到 可是别人 一定感受得到 所以 你的怒气出去 是有杀伤力的 我们想想看 如果怒气 是看得到的东西 你觉得 它会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呃,如果生气像打雷 刚刚乌光生气的程度 应该是打雷加暴风雨吧 那如果像地震的话 乌光生气应该有八级 我哪有 你看,哪没有啊 生气的人 那个怒气出去 自己往往感受不到 但是周遭的人都遭殃了 所以 我要让你知道 你的怒气出去的力量有多重 你今天 就好好背着你的生气包吧 师父 可以放下了吗 你才背一下下而已 你就要放 可是师父 这样很不方便耶 而且又很重 你现在知道很重了 所以我告诉你 怒气在身上 是一件很沉重的事 你把怒气 发在别人身上 就是这种感觉 很重 懂吗 好了,师父 我觉得乌光 已经知道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了 呃,不然 不然等等写作业的时候 可以让他放下来了嘛 啊,师父 拜托啊 师父 你 想得美啊 哦,不 你现在知道 生气是有重量的吧 像有一只可爱的小象 他叫艾迪王子 他不生气的时候很可爱 不过他常常生气 一生气啊,就像火山爆发 有一次,他生气地说 是谁偷喝我的果汁 真爱生气呢 他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会瞪眼睛 不高兴的时候呢 就会把耳朵 眼睛 把脸遮住 生气的时候 鼻子就会伸得很长 如果非常愤怒 鼻子还会卷在一起 然后非常非常生气的时候 就会大吼大叫他 哦,我才不要跟他 当好朋友呢 这么爱生气 哦,瓜 你还敢说别人哎 就在有一天的星期六 应该是美好的一天 可是没想到一大早的 艾迪王子就生气了 为什么啊 因为他赖床 一直不下床 所以他的爸爸 就来叫他起床 快点起床了 艾迪睡眼惺忪 并生气地说 我不要 我还想睡觉 之后啊 爸爸叫他吃早餐 早餐准备得非常的丰盛 可是 艾迪看了桌上一眼 然后说 我要吃巧克力棉花糖蛋糕 巧克力棉花糖蛋糕 哇 好好吃的样子哦 五瓜 你哈 不只爱生气 而且啊 还爱吃 嘿嘿嘿 哪有 爸爸很严肃地告诉他 早餐不准吃那个 先把蛋吃掉 于是 艾迪生气地说 我不要 之后吃完早餐 换衣服的时候 他也生气地说 不要 我要穿那件蜘蛛人的 爸爸好不容易安抚完艾迪的情绪 接着要出门去了 爸爸说要开车去 结果 艾迪生气地说 我不要 我要骑脚踏车去 爸爸说太远了 不能骑脚踏车 要开车 于是 两个人又吵架了 哦 这个艾迪很讨厌耶 一直生气 一直生气 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 爸爸就说 那干脆不要去了 然后艾迪就回说 不要去就不要去 两个人就背对背不讲话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生气王子非常不甘愿 还是乖乖地被爸爸弄上车 就开车去了 如果我是他的爸爸 我就把他丢在家里 他不要理他呢 你们猜猜看 他们要去哪儿啊 游乐园 对对 他们要去游乐园玩 结果很开心地 到了游乐园的门口 一到售票亭的时候 售票人员对着他们说 对不起 已经超过三点半了 我们不买票 要准备关门了 天哪 晴天霹雳 这个时候 老鼠一家人 正好从里面走出来说 游乐园实在太好玩了 听到这句话的艾迪父子 又开始拟一言我一句的大吵 这时候啊 老鼠爷爷出命缓家说 生气的时候对身体不好 来 我教你们一首歌 只要你们学会唱这首歌啊 你们就不会生气了 到底是什么歌啊 小风 那首歌是这样唱的 好生气 好生气 快喷火了 嗶嗶嗶 闭上眼 放轻松 生气按钮关起来 你让一步 我退一步 快了天时又回来 唱完之后 他们想说 没办法了 明天再来 第二天早上 生气王子又来床了 爸爸开始大喊 生气王子 快起床了 正准备生气的时候 生气王子就立刻下床 跟爸爸说 爸爸 我们来唱那首歌吧 好生气 好生气 快喷火了 嗶嗶嗶 闭上眼 放轻松 生气按钮关起来 你让一步 我退一步 快了天时又回来 然后吃早餐的时候 就赶快吃 换衣服的时候 也赶快换好 那天 就很顺利地开着车 去了游乐园 好好哦 游乐园有好多好多的东西 好好玩哦 爱迪王子 玩了游乐园里面所有的游乐设施 但是心情超级开心 于是他跟爸爸说 爸爸 我们下星期找妈妈一起来 好不好 结果 换妈妈赖床 并且大发雷霆 爱迪就跟爸爸在旁边唱 好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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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喷火了 逼逼逼 闭上眼 放轻松 生气按钮关起来 你让一步 我退一步 快乐天时又回来 喜悦就像存款 愤怒就像借贷 常因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而自责 但情绪呢 人人都有 有时 可能被情绪的乱流引导到错误的方向了 所以呢 需要学习真实面对自己的情绪 和转换情绪能量的智慧 所以 当觉得自己快要发怒的时候 可以试着用力地吐三口气 这样就不会这么生气了 哦 难怪刚刚师傅要悟光用力地吐三口气 而且刚刚悟光在吐气的时候 其实啊 已经快要笑出来了 人与人之间相处 难免有处得来或处不来的人 与自己处不来的人 不论他说什么或做什么 都觉得听起来刺耳 看起来刺眼 如果抱持这种心 就无法平等地对待一切众生 如果能以慈悲喜舍 做到无缘大慈 同体大微 人与人之间 以平等心相处 那么就不会争得面红耳赤 甚至生气动怒了 师父 我已经没有三气气了 可不可以把我的三气包拿下来啊 还不行 你就背着送完经吧 喂 哇 啊 菩提树也掉满地 手拿走走快快扫 无奈一阵一阵风又起 扫地扫地扫心里 心里不扫空扫地 心里犹如一木天 烦恼犹如草草山 扫地扫地扫心里 心里不扫空扫地 心里犹如一木天 烦恼犹如草草山